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 奉了斗战圣佛 从此留在了灵山 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赌篆的一只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树起 一只猴子的金蝉树 不知道里面他有没有存觉 你别蝉了 误了事的 小心咱们两个被灵虚身人拿去下酒 大哥 山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神一回的 我大哥在这把手 哪个不随障的回来找死啊 这些狼藩子看见 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 有个毛脸盒在房间里 来者何人敢来此处饶我清修 又是只猴子 师主不如放下棍棒 别同我学点佛法 如何 乖 你 你 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 天 王 你 快快快 跟上 快 走 快点 小猴子 你惊动了这儿的妖精 再往前走 可要万万小心 小猴子 来这边 这儿 这儿 看这儿 小人 是黑风山的土地 在此候你多时了 这儿 真是黑风山的土地 这儿 这儿 那儿 你 不可能 那儿 他 还 这个 有的 这儿 這蟬鸢又被重建 可人心若是燒沒了 修好一座破面又有什麼用呢 小老兒先走一步 等你過了前面的戰道 咱們自會再見 默奮 剛好 先走一步 太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噓 别出声 小心惊动的那条大口 后院内似是黑风怪的道友 自称林须子 以你现在的道行 糟了 小猴子快逃 还来得及 你若进了这道门 便回不了头了 死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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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准备 أَن أَن مَنَوَعَ 第四章 第四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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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